大家好 有網友啊 想透過MCU發出來的GPIO PIN 來控制 它裝置的電源開跟關 然後它是接電池 想省電 所以必須把裝置的電源關掉 然後 它的裝置是SD卡 想透過GPIO PIN 來關掉這個電 然後 我就 設計個很簡單的 PChannel PMOS P通道的MOS 這一顆叫做SI230E 一顆 然後再配上一個電阻 10K 這兩個元件就可以做一個很簡單的 電源開關 然後這邊是接上那個 你MCU的GPIO PIN 然後 這個是 那個MOS的實體腳位 DGS GEN SAUSE跟GET 然後 很小一顆啊 這一包密密麻麻的 黑黑的就是 然後 然後我 照了 這個線路 焊成 動動斑 是OK的 啊 我的負載啊 我就裝電流更大的 強光LED 然後我們從電源開始追蹤 線路圖開始追蹤 這個 紅色線是 接MCU的3V3 接到SAUSE S角 就是 右下角 右下角 這條OK 然後 你GET啊 要給它一個初始值 Normal的時候是HIGH PCHANEL啊 GET HIGH的時候啊 那個VGS 這樣 HIGH它是不會導通的 SD這兩隻腳不會導通的 當你GET啊 腳是LOW的時候 0 然後這邊3.3 VGS是-3.3 的時候 這SD腳會導通 當做一個開關 所以初始值啊 它是HIGH 然後這黃線媒接 接下來黃色這條線是3.3V 然後它不會導通 所以它沒有量 負載沒有電 然後當我GPIO PIN啊 發出一個LOW 就是接GROUND的時候啊 這邊0V 這邊3.3V SD這兩隻腳就會導通了 我試給你們看 然後我接這台是窮人的電源供應器 3.3V 然後送給黑腳跟紅腳 對 負載的 的副腳 這條黑線 接到MCU的GROUND 然後這個GEN啊 GEN D腳 正上方12點鐘方向 接負載的正 我是LED的正起 所以只要一個MOS 一個10K就可以 那個 做出那個 電源開關的 然後我現在這一根是3.3V 平常是3.3V 裝置 負載沒電 當我 GPIO PIN發出一個0 或是LOW 我現在直接拉光 不會燒掉 不要怕 一直壓住接光啊 你的負載就會發亮了 好 我們看一下它電流 我這個LED電流 絕對比那個SD卡還耗電的 很燙 現在電流是0.00A 安培 然後我接下去 接光 這排不起啊 0.27 燈套上 0.29 安培 0.3 乘上3.35 就是LED 一顆一瓦 很燙的 SD卡 不會燙的 電流很小 我最近也準備 打算要點 強光LED跟 風鳴器 就想說 但網友問了 我就 做個簡單的實驗 跟陷入圖 要拍這支影片 那假如 你 沒有Si2301的話 還有一個 更快的方法 就去找這 風鳴器 的那個 模組 你就把 風鳴器啊 這兩端 這個寫正 風鳴器拔掉 這邊就接 負載的正 負載的正 那這邊接 負載的負 負角光 然後這一邊呢 接 MCU的光 第一隻腳 然後 中間這隻腳 就是接 GPIOP 然後啊 最底下這VCC 是接到 MCU的3.3 3V3 但是 如果 不會跳動動版 然後 就去買這個 模組 直接改了 這樣更快 好 謝謝大家 那些人 有些人 在那裡 有些人 有些人 有些人